原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上次講到綠亞彩和周仁傑兩人 夜晚刻,去到柳波橋譚市武館附近 等候牛黃綠出來 把他痛打一頓,以為洪文定報首 當晚,譚館裏面大排賢籍 一直喝到好夜 牛黃綠冥頂大聚,彼下彼下 他一面走,一面唱那些不三不四的歌 綠亞彩周仁傑連亡過柳波橋 閃朵橋側近黑暗之處 等他走過來就做他世界 這次整定牛黃綠當衰 他打算過柳波橋,可以去黃沙 現在三年附近,在當時有很多花艇 揚成煙花之地 牛黃綠迷戀著一個妓女叫做碧雲 看他生得貓美如花,風風騷騷,搞到牛黃綠神魂顛倒 一有幾個錢,就去碧雲花艇過夜 今晚,今晚,牛黃綠飲了兩杯之後,食心又起了 夢迷你就,說去打水雞 兩人走過柳波橋,突然在黑暗之中破出兩個人 大海聲,小林英雄,陸亞彩,周仁傑再次 話未講完,陸亞彩發一聲,一降邊,向著牛黃綠發過去 嚇到牛黃綠走都醒了,連亡向彩一時 陸亞彩怎麼肯放過你,標馬就追 你就想說上前接應,讓周仁傑一邊爛著 各位,牛黃綠你就的武藝 本來是不及得陸亞彩周仁傑的 加上喝了兩杯酒,腳步浮浮 更加不是兩人的對手 當時牛黃綠避過陸亞彩一邊,就避不過第二邊 肩膀中了一下,整個人幾乎反翁 陸亞彩左手一撿,撿住他的胸口順手一拖,拍聲 好像餓狗搶屎一樣,向前撲倒 陸亞彩跟著在一邊,打到牛黃綠背部 牛黃綠吐出幾口鮮血,當堂暈倒地下 陸亞彩殺到盛起,雙手舉高牛黃綠,走上扭波橋 喝一聲,落開,這樣,將牛黃綠吐出水 那一邊,你就被周仁傑攔著 自己手無寸鐵,游精到周仁傑的利害,誰還敢打 轉身走回到壇館裏面,一面走一面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白雲龍,白雲虎,沒有翻越等人,聽聞外面有人叫救命啊 逼你走出來看什麼事,只見你就,指著扭波橋還 牛師兄,被少林兇徒打傷,又被掉下水 現在少林兇徒坐在橋上面,你們快點去吧 白雲龍等人,馬上追去,但是送行都嫌遲了 陸亞彩和周仁傑竟已走得無影無蹤了 各人向橋下猛亡,只見牛黃綠在水裏浮浮沉沉,沒有氣力 白雲龍馬上跳下水,施展登平渡水之能 將牛黃綠救上來,跑進壇館裏面 和他換個乾衣服,牛黃綠被綠亞彩打在兩邊 經以身受重傷,更尖被沖水一浸 整個人昏迷過去不省人士,各人七手八腳 跟他捏人中,搓云貞,搓胸口,灌藥水 整了一輪,他才慢慢騷醒,微微抹開雙眼 看見白雲龍等人站在旁邊 牛黃綠正式是火燒期乾,長攤 唉,今天我認真當帥 好碰不碰,碰巧少林兇徒被他打了一刺 我也是這麼大的了,你就說了 牛師兄,別這麼傻了,你的傷不是很重的 過了幾天,就會好起來了,怎麼這麼悲傷呢 你的說話,是安慰我的 我現在,周身好像刀割那麼痛 腳頭好像要爆一樣,都是沒得慢的了 我在海珠子前面,暗中斬了鴻文兵一刀 想起來,是自己不對,不怪人家來報仇 我老爸牛化膠,是寫少林兇徒的手 然後,我現在又,又跟著他去了 我死了之後,希望阿舟師弟,阿海師兄 把我的兒子阿聖照顧,等他長大之後 送上武刀山,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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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牛王六講到這裡,猛這麼扯氣 臉色越來越清白 你就知道,笠家伙了 急忙洗人快點走到牛王六的家 叫他老婆和兒子來 誰知道還沒來到 牛王六經以慘叫幾聲,吐血不止,氣絕身亡 無東派的人,眼見牛王六慘死 人人憤恨,個個傷心,咬牙切齒,誓報此仇 各位,不斷就冤冤相報 少林無東的仇恨,有什麼法子不會越見越深呢 又過了幾天,方玉龍和高輝的傷勢已經康復了 有一天早上,方玉龍走出演武廳,看個人練功夫 白雲龍一見方玉龍出來,拱一拱手問 我和高輝的傷勢已經康復了,你看,方玉龍動兩下手腳 亦靈活非常,白雲龍很高興 好,我來了這麼久,楊成的名聲已經猶得差不多了 你看今天這麼好天氣,誤難誤義,正式是比武的大好時候 方師叔,是不是今天班齊人馬,進攻大佛寺,為個人幫仇說壇 但這樣呢,方玉龍,我歌頭看一看天色,果然秋風送爽,玉日高升 哈哈哈哈,白雲龍師侄,哈,你真是知道我心了 方師叔,我聽聞少林派過度,清草和尚和聖空和尚來了大佛寺 我看如果是進攻呢,要想個周全計策才行 白雲虎就有名是張飛命炮仗頸,一點就爆的了 他聲大大地說,我天,要不船頭封鬼,船尾封窄,船中間封,船底掉 這樣也做了大事,清草色空兩個禿毛,上次火燒少林寺的時候 也是敗在我們的手中,又不用怕他們 方玉龍說,雲虎師侄說得對 為叔當日,在九年山上發了個夢 夢見白雲師兄說,龍虎鏢狼,四者得一 足可以敵少林派有餘 現在你們龍虎兩人在這 即使是四者得二,實食就沒有牽牙了 今天中午,我們一於要打可也 白雲龍見去得這麼瘡促,不是很想 方玉龍,畢竟是前輩,自己不便反對 也點頭,答應了 方玉龍叫眾人,立即煮早飯 磨利兵器,準備好一切 吃過飯之後,稍為休息了一下 方玉龍和白雲龍,白雲虎,高灰,武花月,周雄等人 換上短打衣服,守則兵人 狹威狹地殺賓大佛子 沒多久,開到大佛子門前 方玉龍高聲大叫 紅希君小子,快快出來壽死 早有紅希君的門徒,飛步進去裏面 紅希君聽聞百年,沒多的人又來漏打 立即吩咐門徒,緊守著大門,千萬不要被人衝進來 自己和清草,釋空,陸亞彩,周仁傑等人 執著兵器,走出大佛子外面應戰 一出自門,見門口空地上 站著有八、九個人 除了方玉龍和武當派的弟子之外 還有百年教的白雲龍、白雲虎 紅希君腰掛寶劍 對著方玉龍拱拱手 方大英雄,不見很久 想跪看,一定好曬的 就是啊,紅希君的說話 搭落是有味的 表面上是慰問 其實是譏諷方玉龍,戰敗受傷 方玉龍,也不是蠢仔 也冷笑一聲說 很滑,戰體經已無事 只是風水輪流轉 也輪到你紅希君受傷了 紅希君臉色一沉 敗軍之將,不可言用 你風玉龍是我手下敗將 還有什麼牙刷呢 你不是我的對手,快點滑開 風玉龍拔延大路,好 噢,雲龍師側跟我摸紅希君小子的頭賴 白雲龍拔一聲,得生聲,拔出把劍 走到紅希君臉前,用劍一指 你是紅希君嘛 對了,你是不是百年貫的,是白雲龍啊 好話啦,本師傅只是百雲龍 我不是紅師傅,武藝高強,明真明藍 是藍派權術的宗師,帶領愚類般矣 只是眉色荊州 故此我不遠千里而來,想問領教領教 紅師傅,請放馬過來,紅希君還沒人答話 站在白雲龍後面的白雲虎,已經忍不住了 他大汗一聲,不用大聲動手 紅希君,來來來,我和你大戰三百會合 話未講完,就以一個戰部搶馬上前 不理那麼多,守則大坑刀 一個泰山,押頂姿勢,對著紅希君照頭斬幕 真是快如閃電,猛若雷軍 紅希君因為撿著,是劍,又輕又短,不變招架 即是向左一閃,避過內刀 白雲虎見一下斬他,還低下 一個橫掃千斬,發聲,攔腰斬去 紅希君十聲,向後跳幾尺,也沒有還擊度 白雲虎想著紅希君打劍又輕又短,不敢招架 他放膽直攻,紅希君一路退後 白雲虎心想,文明不如見面 見面還衰過文明,他也是只有名的 白雲虎一刀快過一刀 一刀緊過一刀,一刀狠過一刀 東風呼嘯,東光閃閃 而紅希君仍然採取手勢 即是閃展藤和,中橫跳躍 兩個人,不斷在大佛子前面空地大戰起來 白雲虎刀法雖然厲害 即是全部都是劈胸的多,無法指逼紅希君的身體 搞得白西氣力 武東派的雷公海見到這樣,心想 紅希君馬步靈活,身發敏業 看來只是白雲虎一個人,十難以取勝 他就想起自己的老豆雷豪 大佬雷大鵬,都是寫在少林派的手中 幾十年的血海深受微報 枉乎個七尺鵝床 今天,不如趁此機會,前後夾攻他 他沒辦法閃避了 想到這裏,雷公海手撿紅櫻槍 靜悄悄地走到紅希君的後面 紅希君不知道後面有人想陰自己 一路退,一路退 雷公海見紅希君退下退下 來自己前面,還有帳名 心想,千金容易找,機會最難尋 現在不動手,還等什麼時候 他突然鏢馬上前,一槍對著紅希君插過去 真是又快又猛 各位,如果比上第二個,實會好 紅希君不看為武學名家 真是眼觀四面,二聽八方 一聽見後面有動靜 馬上向左一閃 雷公海之槍 變成在紅希君右邊的垃圾下面穿過 紅希君馬上又被一劫 將之槍劫實 雷公海想問,但是動不得其正 想說氣槍走人 又不捨得 說是次,那時快 紅希君向左一轉 左手一掌,對著雷公的頭頂拍我 一聲,鮮血飛賤,當堂倒地 原來紅希君的鐵沙掌,能光能游 光者足有千斤之力,麻石都打爆 游者拍摩人心口道,外表不傷 使人家內傷的 現在雷公海,想說用陰謀害人 反而被紅希君用光力拍目的頭到 當堂眼督督吐實實 厭惶惶請他做生日 過得昨天不過得今天 扯港這個時候 白雲虎把刀經至劈道 紅希君急忙十聲跳開 將把劍插回腰間劍套裏面 看起雷公海之紅櫻槍 雙眼視著白雲虎 白雲虎不知厲害 繼續追前,舉刀右撇 紅希君聲聲 用槍子彈開眉刀 接著連絲戴打 嘘聲,對著白雲虎心口插去 白雲虎譯好野 手急眼快,一側身避過 兩個好比龍爭大海,虎鬥深山 殺到沙塵滾滾,入色無光 來看東西的人 越來越多,女三層,外三層 有些甚至騎駁馬爬樹爬牆來看 見到兩個打得這麼精彩 齊聲賀彩,掌聲雷動 扯港白雲虎 見打了六七十個回合 都不能夠贏得紅希君 心想,嘩,她槍法厲害 我一定要這樣,這樣才能夠贏得到她 想到這裡,白雲虎打得多打 弄成好像不夠打,拖刀就走 紅希君覺得奇怪了 她刀法微亂,竟然敗走 嗯,一定有辦法 我要省定之事 紅希君大步照追 白雲虎在前面走,故意走慢一點 聽著,後面的聲音來不到 好,她突然向後一轉 大堪刀,由下向上往拖 即使由紅希君的庫浪那裡 直湯上吐蠟,快速飛上 如果不是紅希君早有房地 殺會撞板的 紅希君一見她突然轉馬的時候 馬上將身向上一跳 跳成七八尺高 在空中,紅櫻槍向下一插 即是快雨閃電,疾此流聲 這下叫做鎖喉槍法 是紅希君的絕技之一 白雲虎想閃避 經以臨前 唱佔在喉嚨入,後頸出 紅希君落地的時候 用槍一軒 將白雲虎挑起成像 鮮血飛淺 白雲龍等人大下驚 連亡上前搶救 但是經以一命烏夫 反雲無術 白雲龍看見屍體更慘死 不由得怒重 心上起,惡向膽變身 雙眼一目,咬牙齒齒齒 挺起長劍,直取紅希君 清草和尚即刻叼出 將閃掌一擋 白雲龍沒有出聲 順手一劍 向清草和尚心口插墓 清草和尚張山一閃 地方來劍,跟著一個泰山壓頂 幾十斤重的鐵閃掌 向著白雲龍頭頂拍過去 白雲龍見來勢兇猛 不敢用這麼輕的劍來招架 只好十聲跳開 清草和尚追上前 遞掌照胸口掐去 白雲龍的輕功相當好 一跳,跳到清草和尚背後 順手一劍插去 清草和尚急忙跳開 兩人劍來,仗往,仗往劍來 大戰一場 清草和尚是少林派至善蝉屍的 入室弟子 白雲龍是百年教百年度人的特爾門徒 即是棋風敵手,掌羽亮才 殺到天壽地慘,未婚勝負 四周圍的觀眾 見打得這麼激烈,不敢大聲賀彩掌聲雷動 且說方玉龍 見白雲龍打了這麼久 都不能夠贏得清草和尚 過心很急 想說相前幫手的 只是自己受傷,好回無多久 加上死對頭色空和尚 眼看雷公海,百雲虎慘死 真是觸目擊心 想著自己不是洪希冠的手腳 亦不敢動手 再說白雲龍和清草和尚 驚視! 逐竹打成兩個示範 仍然勢軍力敵 雙風都不能夠取勝 眼看雄日西沉 經驅將近喀曼 白雲龍忽然靈機一動 心生一計 張劍一揮 十聲跳出圈外 何德星,清草篤龍 現在天色已晚 你不兇,我都兇了 不如大家回去吃飯 吃完飯之後才拿你的通命 通路,你夠不夠膽跟我夜戰啊? 你肯夜戰,貧僧願意奉陪 今晚貧僧送來貴世 白雲龍指著大佛子在前面水月台說 清楚通路聽著 今晚開始在這個台上決一生死 不敢為的絕不是英雄 各位,究竟這一場仗怎樣打法呢? 我們下次再續 元文再續就輸接上一回 上次講到白雲龍約定清草和尚 今晚在水月台上夜戰 於是各自回去 武敦派弟子 將白雲虎雷公海的死屍 抬回去譚鳳然武館 等他明天買棺材殯臉 一面拿到的奔弄火把 準備夜戰 你的筆在話下 且講方玉龍說 我看你的武藝和青草托爐差不多 今晚夜戰你要小心點 霍師叔,請你放心 小則自有妙計 我善使一對鐵殯鴨 每隻草成筋四兩 我練到百步之內打出百法百造 我今天為什麼不用他呢? 因為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麼多人看著 實話我們百年教不是以武藝取勝 專門以暗氣傷人 被人唱都唱壞了 今晚就不同了 爺媽媽 只是遠處登宮掩掩掩掩掩 沒那麼容易被人發現 好計呀 今晚笑臨突怒 只是金風暗凍事言無國 斷送無常 貴不知了 白雲龍等人吃完晚飯之後 休息一陣 換上黑色的夜行衣服 暗藏鐵鴨鴨在身 眾人手撿著燈龍火把 跟著白雲龍等人 浩浩蕩蕩向著大佛寺走去 沒多久 到了大佛寺門前 哇 人山人海 水月台上 就可以點起四盞大油燈 清草和尚 已經站在台上等候 洪熙觀色空等人 站在台上的左手邊 白雲龍黎到台前 十聲跳上台 拱一拱手說 清草大師 果然是一個手信的人 請問今晚比武 是一對一呢 還是這麼多人對我一個呢 當然是一對一嘛 貧僧自在領教領教你的武藝 好 既然是這樣 請其他人退回到台下 雙方謹守諾言 不能夠暗中幫手 這些乃是 江湖上比武的規矩 清草和尚聽聞這麼說 將手一揮 叫洪熙觀等人退下 各位 因為白雲龍知道 如果洪熙觀等人在台上 很容易發覺他用暗氣傷人 洪熙觀等人不知事計 果然中中直直跳到台下 白雲龍看到在台上 只剩下自己和清草兩人 心中暗暗歡喜 他大可得聲 聽見直取清草和尚 清草和尚不敢怠慢 馬上舉掌相應 兩人劍來 掌擋 掌盜劍刑 打了二三十個回合 忽然 發起震震涼風 吹到水月台上的油燈 搖搖擺擺 火光閃爪不定 欲鳴欲滅 白雲龍暗叫一聲 哎呀 好啊 機會已到 整定你 清草今天沒命了 想到這事 整成好像不夠打那樣 回身就走 清草和尚起步想追 但是突然扎著腳 慢著 他劍發眉亂 為何退馬呢 正在那兒兒兒畫畫的時候 忽然覺得寒風撲滅 直視後龍 哎呀 暗氣 連亡張頭一側 血煙霜在頸邊擦過 又踏著白色 又踏著白色 哎呀 地哥 赤赤彤彤 鮮血 紮紮 聲流 覺得天樹緣地轉 滿天星斗 原來白雲龍的鐵彤彤 是連環打出的 清草和尚避得過第一隻 避不過第二隻 避過地打中了 白雲龍大圍歡喜 轉身飆馬上前 一劍對著清草和尚喉嚎咬去 誰知清草和尚功夫都相當老道 雖然是受了傷 有些暈暈陀陀 但外心很鎮靜 在千鈞一發之際 清草和尚將頭一臥 避過內劍 跟著使出少林震山絕技 陰陽鎖子腿 十十兩隻 連環踢出 一腳 是踢小腹 一腳 是踢下部 即是快雨 閃電 擲齒流星 白雲龍只是附著工人 自己沒有注意到防守 又是避得一下 避得第二下 啪聲 小腹被踢了一腳 哎呀 當堂被清草和尚踢墓台下 昏迷不醒 但是清草和尚 亦頭重腳輕 劈拍一聲 跌在台上 台下的觀眾 不知道白雲龍是用暗氣的 還以為兩人武藝高強 打到兩敗俱傷 當時 洪氣般 避空等人 馬上跳上台 將清草和尚救起 而方玉龍 而方玉龍 竟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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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人 彈跳說報仇 說報仇說行 越快越好 方玉龍 方玉龍 寫了一封信 叫周鴻 非快趕去九田山 向百年盜人求救 另外方玉龍 也派光灰回去武當山 向慈雲盜人報告 說牛紅龍 雷公海 又死在少林派手中 請他找人來幫忙 且說雷公海 是當日方世玉 打雷台的時候 所打死的雷老虎 雷雄的兒子 他老母 叫李小環 也是死在少林派手中 成是兄妹三人 投入武當派裏面 苦練忌擊 世玉父母報仇 在二十年前 大哥雷大鵬 在胡惠傑打機房的時候死了 現在羅以雷公海又死了 成了世玉雷念環 仍然在武當山 虛靈半鐘學藝 也有所成就 當時他已經二十三四歲了 他為何改名叫雷念環呢 就是懷念老母 李小環的意思 有一日 雷念環在虛靈半角唸武 看到高灰風塵瀑瀑 匆匆忙忙地回來 他上前叫一聲 高師兄 跟著問起自己二哥怎樣 高灰把雷公海 慘死的經過說出 並且說自己這次回山 是請救兵的 雷念說不聽由自可 也聽 一定心語刀割 廢此猶尖 放聲大哭 還有高灰 去到慈雲道人面前 說要落山報仇 慈雲道人心打個凸 咦 難道又 高灰昌情況一五一十 說出 慈雲道人說 念環賢圖 少林小子殺死我派這麼多人 此仇此恨 終歸有一日會清算的 你不用傷心 只是你的武藝 功底仲此 恐怕不是少林小子的對手 你要忍耐一下 給點心機練好武藝 何受大仇不能夠得報呢 師父 我現在忍無可忍的了 父母和兩個大哥都慘死在少林小子手下 十幾年來 我天天都想著報仇 師父 你無論如何要讓我下山 要報不共大天之仇 我求求你 師父 你讓我下山 說完 十聲跪在地下 放聲悲哭 慈雲道人見他去意堅決 知道很難挽留 好了 念還賢圖 這次你南下 萬善要小心 因為少林小子 個個武藝高強 你要地重就輕 千萬不要和紅器官打 只是和他的門徒打就好了 因為你還是遠遠不及紅器官 等為師 搞定這裏的事務之後 會跟著南下 為道德師尊 無忌師弟報仇 你去到揚成之後 要聽方玉龍師叔的說話 千萬不要輕敵 是 是 多謝師父的關心 弟子謹記 慈雲道人 送一把飛鳳寶劍給雷念還 雷念還 雷念還扣謝接過 拉出把劍一看 只見到寒光閃閃 冷氣深深 使人無法拘束 風利無比 雷念還很高興 立刻執好行李 要掛著把飛鳳寶劍 慈別眾人 和高輝一起下山 南下陽城 話分兩頭 回聞再講百年度人 有一日 在百年觀裏面 連氣打坐 忽然聽聞小道和日黎報說 師父 武刀派弟子周鴻來了 他帶著白雲龍師兄 一封急信 說有緊要的事 求見了師父這樣說 啊 百年度人聽聞急信 那個字 有些心驚肉跳 馬上請周鴻進來 周鴻急急地走進 走了個禮 所以 將白雲龍封信 雙手遞上 百年度人連亡 我一看 都讀到白雲虎 被洪喜歡 槍挑 慘死這一句 現在 好像淚風頂上 拍散雲尼 道塘雲 都在蒲團上面 本來百年度人幾十歲人 好有咸養的 但是四名愛徒 是浪費了自己多年的心血 徒養出來 現在竟然 白雲虎慘死在洪喜歡槍下 突然受這麼大的刺激 有什麼法子不暈呢 當時白年女士 雲彪 雲郎等人 聽聞這樣 馬上趕來 七手八腳 將她救醒 百年度日 露雷中華 長盼一聲 啊 雲虎嚴徒慘死 我幾十年心血 進赴東流了 百年女士問 師傅 究竟雲虎師兄 有什麼事 百年度人把封信 遞給百年女士 百年嚴徒 我受刺激很厲害 頭溫眼閑 沒有八字看下去 你讀給我聽聽 百年女士 本來是個年少聰明 又貌美如花的人 不大只武藝好 而且文才也好 可惜她投錯了百年教 近朱者赤就近墨者黑 學得陰險辛辣 當時百年女士接過封信 一直讀下去 現暫葬於陽城之北 白雲山之南 而弟子小豐在激戰當中 不幸地清草篤爐所踢傷 雖無大外 但暴裏為奸 然武當派中 方玉龍師叔重傷初月 未能應戰 成下武花月等 力量單薄 逼得暫遷上西關錦輪堂 暫避其風 期望師尊大人 十萬火急 速速南下 已舊然微 疑說此欲 臨書不勝迫切待命之志 是 弟子 方玉龍 貴品 百年女士 讀完這封信之後 白雲彪 白雲亡 兩人悲憤交集 咬牙齒齒地說 你這個洪希冠 慘殺過師兄 我和你世無兩立 不用八年師主退 我們兩個和周洪師兄去就可以了 要將洪希冠碎屍萬奪 才能解心頭之痕 百年度人說 以前為師 未見過洪希冠的功夫 以為他是一個普通的權勢 現在看來他的功夫不差 來自 遺書要親自去一次自答 白雲彪 白雲郎 白年女士 三個人都說要去 要為白雲虎報仇 白年度人點頭答應 將冠武的事 交到白雲雄打你 並且交大 要嚴加把手 要防止少林派來襲擊 但日一早 白年度人和白雲彪 白雲郎 白年女士三個人 拿著工具 帶齊行李 離開八年半 向著楊城方向進發 一路上飢餐喝飲 曉行二叔 十幾日左右 到達楊城上西班錦輪堂 錦輪堂的人 都是武當派弟子 至同胡衛堂打雞訪之後 和少林派結下不解之仇 現在聽聞說 百年度人親自來 個個歡喜得 鐵皮七尺幾高 錦輪堂東西兩孔直里 和方玉龍等人 馬上出去迎接 那些年代受傷的白雲龍 亦忠忠忠忠忠忠出來 他一見到百年度人 不由得感慨萬千 低從中來 流落眼淚 見開聲 施主 我幾乎見不到你了 我已經兩世為人了施主 雲龍賢徒 你現在好一點吧 還有沒有這麼痛 多謝施主的關懷 已經好很多了 眾人認知百年度人 入到黑堂楚樂 大家參拜完之後 百年度人問 方思禮 近日洪希冠那邊 有什麼消息 主席 自從二十幾日前 在水月台上打過之後 因為洪文定 胡阿彪受傷 還沒有好 故此 現在還沒有有人來打過 那麼清楚 蝕蝠兩個和尚 還在不在拜佛寺呢 據我們所知 現在他們沒有去到哪裏 哈哈哈哈 好 兩個禿奴都在這裏 正好一網成琴 大家好好休息 做好準備 聖招和貧道去拜佛寺 和少林派一決勝負 以報前授 眾人很高興地齊聲答應 過一天下午 錦鄰堂籍裡大排賢籍 為百年度人等人洗塵折風 當晚安排了精緻的房間 給百年度人住宿 百年女士就和武花月譚鳳兒一間房 過一晚大家各自回去休息 夢找神安 一縮無話 翌日一早 眾人吃完早點之後 百年度人帶著方玉龍 百雲彪 百雲郎百年女士 你就等人 執齊工具 浩浩蕩蕩地殺奔大佛寺 百雲龍因為受傷命好 和譚鳳兒武花月 留守錦鄰堂 且講這日早早 清草和尚和洪熙觀等人 剛剛練完武藝 在演武廳那裡聊天 只見有一個門徒 匆匆忙忙入來畫 洪師傅 有一個武道人 他帶著瘦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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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地 有成七八個人來門口哭打哭殺 其中有兩男一女 三屆那裏瘦了一朵百年花 請洪師傅出去搞定他們 清草和尚十星起身說 阿里托佛 一定是百年妖道親自帶領徒 來這裏尋仇的 水來土掩 兵來將黨 還為私底沿途 馬上帶齊兵人跟貧道出去應戰 是 清草和尚港元 立即執著蜃蜂蜂 大大步走出大佛寺 洪熙觀 色空 綠瓦彩 周仁傑等人 跟你出去 洪文定胡阿彪 雖然受傷剛剛好 體力重量恢復 也跟上去坐威 一出門口 果然見百年道人等人 在耀武揚威 喊打喊殺 清草和尚上前 合十行禮 阿里托佛 請問百年道長來這裏 有什麼指教 百年道人 想起愛途白雲虎的慘死 一目雙眼 喝一聲 清草禍 你以為躲在這裏 就可以避過災難 你慘實貧道愛途白雲虎 我追到天涯海角 都要拿你拖命 清草和尚 見百年道人 棄艷逼人 亦不甘是弱 喝一聲 百年妖道 你以為貧僧怕利嗎 有本事放馬過例 各位 一個是百年教主 一個是少林寺的主持 正是上山虎欲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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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 這場打鬥 夠激烈 下次再續 原文再續就書接上回 上次那些百年道人 親自向清草和尚挑戰 他喝一聲 清草禍毛 貧道和你的大戰三百回合 你敢不敢和貧道抵視拳腳呢 哈哈哈哈 笑臨權術天下揚明 想和貧僧比視拳腳 容易容易 講完 將蟬掌向後一拋 洪希冠一手接過 交給大佛寺的和尚拿著 只見清草和尚 捲高三袖 露出兩條粗大的手臂 手臂上面 有兩條火辣的農民 這些是少林子正門出身的標誌 他擺起個單奉朝陽的莊頭 賀一聲 百年妖道 有本事放馬過來 百年道人 也要道袍立起 攝在腰帶上 老實不客氣 一個戰步衝上去 使出道家的八卦拳 好像急風驟雨 變化莫策 由中大綱 向著清草和尚打過去 清草和尚是不甘是弱 使出少林派的羅漢伏虎拳應戰 拳風呼嘯 好像萬虎離山 從龍出海 氣勢獨獨的人 正是 兩個陣前不相讓 國師本領盡請強 那一個金龍吸水翻波浪 那一個萬虎出林跳山梁 那一個如來五行博天地 那一個太昏八卦定陰陽 那一個獨屁華山不可黨 那一個黑虎偷心實難防 兩人不斷在大佛寺外面 展開劇戰 可比龍虎鬥風雲陰 殺到沙塵滾滾入色無光 正是棄風敵手無高下 仗與良財一樣能 清草和尚心想 這樣打下去 打到幾時呢 要想個辦法 要戳戰戳決才得 我不如 好 清草和尚想一條虎肉計例 他特地分開兩手 弄成好像胸口怒空那樣 引百年度人打過來 百年度人不理那麼多 果然一掌劈過去 清草和尚堅硬捱了一下 但是同時 又拔聲一腳踢去百年度人下部 那即是一人一下 清草和尚的想法是 以自己輕傷換對方的重傷 但是他這次算計錯了 一時沒有想到百年度人 是懂得羅漢千斤習功夫的 死過不是在下部 一腳踢過去 他真是當你沒有泥 清草和尚堅 百年度人沒事 不就得嚇了一驚 自己已經熬了一下 有些頭瘟眼花 馬步浮浮 然後被百年度人 一個蝴蝶掌打過來 招鑑不接 噴聲 被打開帳外 剛剛跌正百年女士的前面 百年女士很狠毒 跳上前 一劍斬落 清草和尚大喊一聲 掩著傷口 那些血在五隻手指那裡飆出 百年女士還想劈第二劍 在生死關頭 清草和尚急忙在地上一點 避過癌劍 咬緊牙根 忍住痛起身 向著大佛寺裡飛跑 白雲彪、白雲狼等人 乘性追擊 被洪喜歡、昔空等人攔住 邊戰邊退 抬到大佛寺裡 噴聲將大門緊閉 白雲彪、白雲狼 還想施展輕功 跳入裡面 百年度人喊著 兩位賢徒 不用這麼心急 攀動吃都未遲 現在清草和尚經以重傷 少林派的實力已經大減了 為師想著明天出街招 若紅喜歡出來比武 在眾目攀陪之下 一拳 拿他的命 這樣 不僅雲虎賢徒的仇可以報 而且少林派的明星一落千丈 我們百年度可以大鎮聲威 現在殺進去裡面 不是不行 即是有炮掌 用不著在床底笑 要拿出街燒 人人聽到才是 是 師尊說得對 於是武當派的人 在大佛寺外面 鬧了紅喜歡幾句 才得意樣樣 牙手牙腳地回到錦輪堂 錦輪堂的直理 聽聞百年度人打勝回來的 當堂笑得好像殺熟狗頭 依牙依齒 馬上劏雞殺鴨 大排燕席 同飲慶功之酒 眾人正在那裡 杯上杯落 笑與圈蛙的時候 忽然見高輝 和一個女仔進來 只見這個女仔 年紀若母二三四歲左右 生得花容月貌 全身穿著白色衣服 頭上插著一朵白花 他進到大廳 竟然哭起來 好像梨花大雨 楚楚可年 眾人莫然 一時之間 想不起這個是誰 高輝向大家介紹 這個是我師妹 武當山的雷念環 是奉了慈雲師尊之命 趕來報復興之仇的 跟著 又介紹給白年度人 白雲彪、白雲郎等人 被雷念環相見 雷念環上前飄飄下敗 師伯和各位師兄在上 武當山雷念環有禮 白年度人雙手將他扶起 念環侄女免禮 彭道一定會和你報仇說恨 彭道這次南下陽城 第一次出擊 竟以其開不勝 馬道功成 來來來來 不要傷心 喝一杯慶功酒先 綁如 拉雷念環坐落 剛剛在一隻白雲郎身邊 白雲郎年少多情 血氣荒光 雙眼頻頻望著雷念環 只見他身材條件 天生麗質 加上眉左春山 面容 悲癡 越覺得可憐可愛 我心想 啪啪聲跳 他心想 我勢要素平少林 殺了洪喜倌全家大小 為雷念環報仇 雷念環會感激我對他真情厚意 和我結為夫妻 那我就哪裏都不用去了 於是猛同雷念環 又斟酒 又夾送 大獻恩勤 這些不必勢講 大日一早 百年度人洗人買了幾十張紅紙回來 寫了幾十張佳招 說洪喜歡恥強凌虐 自己無見不平 約洪喜歡在本月十五正五 在西關伊陵廟水月台前比武 這樣說 戒招一貼出 一傳十 十傳百 高的講給矮的知 肥的講給瘦的知 笨癲講給梳計的知 沒多久 傳過陽城傳到虛虛 這天下午 大佛之門口附近 貼出一張紅紙佳招 那是百年度人 留洪喜歡比武的 洪喜歡和眾人 走出去看完之後 微微一笑話 你們是百年度人 又要詆毀我們 留公開比武 一來報白雲虎被殺之手 二來想在眾目匪匪之下 把我殺敗 提高百年度的明星 而取代我們的少林 真是想得開心 昔空湖想問 那熊師叔的意思 給不給呢 既然公開漏道 如果不去 實會被人唱衰 怎麽又不給道理呢 我看百年妖道的武藝 和百微道人都是這樣 百微道人 尚且死在我們手中 我怎麽會怕百年度人呢 洪文定、胡阿彪 耳口同聲地說 不用洪師傅動手 當日我們兩個 用喉拳、喉拳 做百微道人 這次又照版主活 哼,給一副傑野給他嘆 洪喜歡微笑點頭 到時看過怎樣 不過你們要準備一下 講完 回到裡面 探望清草和尚 清草和尚 因為受了傷 躺在床上休息 見洪喜歡進來 問有什麽消息 洪喜歡把百年度人相約比武的事 講了一次 清草和尚說 洪師傅 洪師傅 你要和百年妖道比武 要注意一件事 百年妖道認識的是羅漢千斤 打他的下步是沒有用的 何想洗人在包袱裏面 拿出一本醫書出來 指著一條藥方 叫洪喜歡配好 浸一大江藥酒 三日之後可以用的了 說如果萬一身受重傷 生命瑞藝 將這種藥酒全身浸透 就可以蘇醒回來 這樣說 洪喜歡連亡洗徒弟搞定這件事 江陰似箭 日月如梭 斬眼 又過了幾日 已經到了比武的日期 那天金風送爽 不難不易 西軍伊陵廟水月台前 總而人山人海 有些為了爆炸好位置 昨晚已經在這裡過夜了 這場這麼精彩的龍爭虎鬥 多大都不放過機會了 將近中午 不知道誰叫了 百年度人來了 個個都看著後面 只見百年度人 頭戴蓮花道觀 身穿黑色的短道袍 腳穿薄底快胸 長鬚飄忽 道貌按耳 帶著笑容 滋滋 柔柔地走來 後面跟著方玉龍 武花月 雷念環 周紅白雲彪 白雲龍等人 白雲龍受傷剛剛好快 亦和一齊來 個個手側兵人 好像眾星捧著一樣 蓄擁著百年度人 走上水月台 百年度人躺在台上中間 慢慢喝茶 等候洪喜歡到來 無幾乎 忽然人頭湧湧 人聲鼎肺 觀眾掌聲輪動 齊聲歡呼 洪喜歡師傅來了 逐洪師傅騎開得勝 紛紛揚開一條路 洪喜歡笑著 頻頻向兩邊觀眾鼓手致意 後面跟著色空 綠亞彩 洪文定 胡阿彪 周仁傑等人 連帶大佛子方丈鄭元和尚 江孝子方丈吳元大師 都跟來押陣 個個紅豆豆 氣餓餓 在千萬觀眾的熱烈歡呼聲中 來到水月台詞 見百年 無多的人站在左手邊 蕭林的人 就站在右手邊 雷烈萬一見洪喜歡等人來 想起父母慶掌之仇 不敢扭味 倒樹 行眼圓爭 銀牙緊咬 行不得一口 將少林各人 全能吞下肚 這些暫且按下不提 扯港百年度人 見洪喜歡來了 他慢慢走到台前 對台下觀眾拱一拱手說 各位施主 貧道今天不遠千里 在九年山來到這裏 是為什麽呢 相信各位看過街招 已經知道了 不需要貧道多個 現在洪喜歡已經到來 請上台一決高低 按照江湖規矩 以一個對一個 死相互不追究 請眾為施主 做過證人 分清是非 那貧道就感激無限 百年度人還未講完 台下突然有人大喊聲 百年妖動 又得大喊 我來摸你老命 十聲 有人飄上擂台 眾人初初以為是洪喜歡 後來定眼看真 不是 此人二八九歲 體格狀言 身興似焰 原來是洪喜歡的徒弟 是敵至金鳳池的外山 周仁傑 周仁傑 見百年度人 態度傲慢 大言不慘 早已經一把火 未等洪喜歡同意 就飛身上台 要摸百年度人 百年度人 可得聲 你是誰 快點滾回去 貧道免得跟你動手 少林小英雄 周仁傑傑 抗計 用不牛刀 對付你這個老套 又用不師傅動手 來來來 妖道放馬過來 我和你大戰三百戶入 百年度人 勃然大落 正想出拳 台下雷念環 竟然忍無可忍 亦飛身跳上門外 叫一聲 百年師伯扯脈 等師侄殺了這個少林小子 為父母慶掌報仇 話微廣語 新聲 摸出一把飛鳳寶劍 一個直倒茫茫 向周仁傑心口一插 真是花雨閃電 則此流聲 周仁傑連亡一閃 避開外見 看一聲 妖女性甚令遂 快快通明受死 雷念環劍一劍插不中 連亡修劍說 本姑娘是武當山雷念環 今天特地來的事 為父母雷鴻李小環 興奉雷大鵬雷公海報仇 看劍 第二劍又到周仁傑喉嚨插去 周仁傑赤手空血 不變招架 連亡將頭一側 右腳一個灰星踢斗 向著雷念環下步踢去 雷念環十聲跳起幾尺 在空中 一個蒼蠅撲吐 一劍對著周仁傑頭上屁落 周仁傑連亡推馬 雷念環落地的時候 採取攻勢 一劍比一劍緊 一劍比一劍狠 劍光閃閃 劍氣中環 周仁傑手無寸鐵 得得頻頻退後 而雷念環步步進敵 台下國人 正為周仁傑擔心 只見周仁傑 推到水與台邊的邊緣地方 竟然退無可退 雷念環心中暗暗歡喜 這次你不死 精神大震加緊進攻 一劍照頭撇下 周仁傑一縮閃過左邊 一個海底取住 右拳對著雷念環小燕打開 雷念環閃避不及 小燕中了一拳 一聲 忍住同向周仁傑頭上一劍斬落 周仁傑一閃 但是還是慢了一點 頭就閃過 左邊肩膀被斬開了一分熔 掀血直飆 百年度人見到這樣 連望飆馬上前 想說趁周仁傑受傷的時候 摟他的命的 突然有人大開聲 妖道 憂傷悟逃 聲語紅中 鎮語欲龍 聲道 人道 手道 原來是洪喜倌跳上來臺 右手一個二龍爭珠 兩隻手指直插百年度人雙眼 百年度人將頭一側 然後鬼王破善一巴 對著洪喜倌左耳打去 百年度人的鐵沙掌 是內功的一種 敬力無窮 如果被他打中 正式是白線上沙灘 死了一身散 洪喜倌也是正於內功的 他深知到這樣的厲害 不敢敢硬碰硬 即是十聲跳開 百年度人接著搶馬上前 雙龍出海 兩掌對著洪喜倌的胸口屁股 洪喜倌不敢怠慢 連望用童子拜觀音分開 兩人在水月台上 拳內 腳往拳內 打到天烏地暗 日式無光 一個是百年教主 一個是洪權領袖 即是奇虎相當 勢軍力敵 打了成兩個時辰 仍然未分勝負 台下觀眾掌聲雷動 說幾十年來 未曾見過這麼精彩 這麼激烈的打鬥 兩人打到紅日西沉 歸鴉草脈 仍然越打越精神 一直打到夜幕低碎 天色漸漸黑 百年度人 仍然不能夠打贏洪喜倌 而那套鼓鼓聲 開始有點餓了 就開訪一拳 十聲跳出圈外說 洪喜倌 現在已經夜了 姑且給你長多一晚命 明天中午 你敢不敢再來這場決勝負呢 哈哈哈哈 百年道長 你雖然武藝高強 但是我洪喜倌也都並非弱者 日月天日中 在那兒見過高低 講完拱一拱手 跳到台下 和飾空 洪文定等人回去帶佛寺 周仁傑好再傷了皮肉 竟然包紮好 也不是很緊要 回文在港百年度人 和眾人回去錦鱗堂 雷念雲小掩 被周仁傑打了一拳 覺得陰陰痛痛 心想 哎呀 糟了 如果尺尺痛 反而就不怕 只是傷在外表 但是現在陰陰痛 一定傷及外臟 想到這裏 不禁悲憤交集 悲者 父母兄長都慘死在少林派手中 自己又身受重傷 奮者 少林派的人出手這麼毒辣 雷念雲敷了藥之後 躺在床上休息 以便聽見大廳過事 眾人在吃晚飯 噴噴舉杯 遇到明天 旗開得勝 馬到功成 各位 又睡覺安排 伏虎行龍計 要殺驚天動地人 欲知後事如何 請您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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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您下回分解